宾思旺格病怎么办?治疗方法有哪些? 宾思旺格病又称为弥漫性B细胞淋巴瘤,是一种由B淋巴细胞引起的恶性肿瘤。 下面是宾思旺格病的病因和治疗方法的分类详细说明。 1.病因 宾思旺格病的具体病因尚不清楚,但与遗传、环境因素、免疫系统异常等因素有关。 患者通常表现为B细胞过度增值,并伴随着免疫功能异常,导致细胞凋亡和癌病。 2.治疗方法 1.化学治疗 化学治疗是目前宾思旺格病最常用的治疗方法。常用的药物有环林鲜案、多柔笔星长春心碱、VP16等。 化疗通常分为单药治疗和联合用药治疗治疗方案,应根据病情和患者的年龄身体状况等综合因素进行选择。 2.放疗治疗 对于某些局部病变放疗治疗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。 放疗的作用是杀死癌细胞和减少肿瘤体积,但是放疗也可能导致一些副作用如恶心、呕吐、疲劳等。 3.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是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。目前广泛应用的免疫治疗方法包括抗体疗法、干细胞移植细胞免疫治疗等。 但是免疫治疗还处于研究阶段,仍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来验证其疗效和安全性。 4.手术治疗 对于某些局部病变手术治疗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法。 手术的目的是切除肿瘤组织防止病情进一步热化,但是手术风险较大,需要慎重考虑。 3.饮食治疗 宾斯旺格病人,饮食上应遵循以下原则。 1.低蛋白饮食 患者应避免食用高蛋白食物,如肉类、鸡蛋、豆制品等,以减轻肾脏负担。 2.低盐饮食 宾斯旺格病患者应尽量减少盐的摄入量,以减轻水肿和高血压症状。 3.限制钾的摄入量 如果患者肾功能受损,应限制钾的摄入量,以避免高钾血症。 4.适量饮水 患者应适量饮水以维持水分平衡,但要注意不要过度饮水。 5.补充维生素 患者应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,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增强身体免疫力。 6.即食刺激性食物 患者应即食刺激性食物,如辛辣、烟、酒等,以减轻病情。 总之,饮食应该清淡、多样化,并要注意膳食营养均衡。 在饮食治疗过程中,最好咨询专业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。 好的,本期内容咱们就谈这些。 喜欢请点赞、转发。 你可以关注高血压的哪些事,学习更多知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、转发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